靜得下來的 所以其實生理因素是主因 不過我們剛才講到的一些環境 包括說像家庭 學校 同儕之間 跟小朋友本身的一個心理素質 還有就是說心理的一些特性 這些部分雖然它不是主要造成這個特質的原因 但是這些東西都會影響到 它的特質怎麼樣去表現出來 然後它的表現的嚴重程度 強度 還有說它有沒有可能會合併 有其他的一些狀況出現 在這個部分 這些其實影響都還是蠻大的 雖然它不是主要造成的原因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講到它是生理性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透過研究可以顯示發現說 注意力不激動的小朋友 或說個體 其實他們的腦部在活化的部分 相較於這樣的人來講 你可以看到比較紅色這個顏色 是屬比較活化的狀況 所以他們其實在整個活化的狀況 不是像我們所想像的 過動式活化過度 並不是喔 他們反而是在控制注意力 跟衝動控制這些部分的腦區的 活化度不夠 造成說它應該要可以維持注意力的 這個功能沒有辦法正常的執行 然後維持衝動控制的功能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其實它的腦筋腦子裡面 並不是處於一個過度活化的狀況 而是因為反而是那些該活化的部分 不夠活化造成的 那主要牽涉到的腦部的區域呢 最主要是所謂的一個 就是我們腦部比較前額葉子的部分 那個皮質下的回路 其實有一個異常的狀況 那另外就是說 曾經荷爾蒙 方法說最主要是多巴胺跟症傷腺素 它的一個分泌 在這些就是回路的部分 它的分泌是比較不足的 所以會造成說 有剛剛提到這些表現 那這個剛才講到 它是一個生理性的部分 所以它其實也有一些性的遺傳的傾向 然後另外就是說 除了剛才講這個新天性的這個因子之外 其實我們也可以發現說 小時候有過腦部受傷了 或者說接觸到一些毒素啊 色素啊 或一些特別的藥物就是 其實這些東西會影響到 這些區域的腦部的發展的話 長大後的小朋友 也會比較容易出現 有注意力不集中 跟過動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來看看說 那我們一般怎麼去診斷這個部分呢 到目前為止 其實現有醫療能夠提供 就是說醫療服務能夠提供 包括說像是核磁空症啊 電腦斷層啊 電腦斷層啊 腦波這些東西 其實它並沒有辦法去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比較細微的 神經迴路跟惡魔方面的異常 所以目前來講就是說 剛剛提到這個是一個研究的 一個就是說一致性的發現 但是我們在 在實際平常就是說怎麼去診斷 我們還是以它臨床的一個 就是說它平常的一個 生活行為的表現 為主要的診斷的依據 那有時候當我們覺得 診斷的部分不是那麼明確的時候 那我們有一些其他的測驗工具 包括說像是私立測驗的一些 測驗注意力的部分啊 或者說專門針對注意力的一些 其他的量表測驗 可以來輔助作為一個幫忙 就是說讓我們去更清楚知道 他們這樣一個狀況 那因為它是一個行為表現 來診斷的一個 目前是一個這樣的一個診斷的狀況 所以變成是說資料的收集 非常非常重要 不能夠太武斷的去判斷說 你不能說他單單在班上 或某一堂課 或在某一個人前面 他特別好像容易坐不住 或容易情緒不好 容易反抗 或容易就是說沒有辦法進得下來 也就是說他是過動症不能這樣子 其實診斷的部分的話變成說 我會希望說能夠收集到他 生活各個方面的面向的一個生活狀況 所以說像小朋友的話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他在家裡邊 跟家人的互動 他在學校跟其他小朋友同償 跟老師的互動 行為表現 然後他在安親班 我花出去外面公眾場合的一個表現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他來醫院來診間的時候 一個表現是什麼樣子 那通常呢 除非說 我們會希望說他是在各個部分 就是說各個不同的場合 都有相類似的一個表現的話 那我們才會比較認為說 他是不是真的是有這樣子一個 助力不集中過動的一個特質 導致於說他在好像任何地方 都會有很類似的表現 那這邊另外一個要補充的就是說 但是並不是說助力不集中過動 他做任何事情都沒有幫他專心 不對 其實他在做他有興趣的事情的時候 他一樣可以很專心 那只是說 可以看到說他的表現其實 那個變動性滿大的 那不穩定 那就是說他 比方說 老師啊或這樣 可能滿常就會跟你反應說 他明明上課學都學得會 但是他可能 考出來的成績就是 變動很大 然後他明明這堂課 他上一次可以好好的做著 但是這一次就沒有辦法好好的做著 變動差異性很大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去想說 如果我懷疑他真的是有這樣的特質 那是不是那一堂課的一個規矩 要求比較多 或者是說我們課程比較難 或比較複雜 他比較沒有興趣 其實這些都會去印象到 他這個特質的表現程度 好 那剛剛提到 所以其實目前來講 一般的影像學檢查腦破跟抽血 其實都並沒有辦法去檢查這個部分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說 那有這樣子特質的小朋友 我們剛才都好像都在講說 他們其實有困擾有狀況 但是其實反過來想 他們有很多他們就是說比較好的一面 跟別人也許比不上他們的一面 比方說 這類的小朋友其實通常都創意無限 他們會有很多點子 那他們可能會有很多比較天垃星空的想法 但是如果說這些東西可以讓他實現出來的話 其實那他會是一個非常有創造力的人 那另外就是說 像小朋友通常比較勇於表達自己 以衝動的另外一部分他會勇於表達自己 所以他們的情緒 他們也會比較敢言 比較敢講 然後情緒也比較直率 比較不會讓你需要擔心說 他會不會有什麼心思 躺在心裡面沒有講 那通常這樣小朋友比較活潑 比較不會說就是好像太安靜的 太害羞內向這樣子 所以其實一個特質 他一定也是有兩面的嘛 所以我們在看到他的其中一面的同時 我應該也要去看他們另外一面 那不過接下來要看一下就是說 但是他們還是會在生活中 遇到一些麻煩跟困擾 比方說像是行為方面 因為大家知道說在學校 或在現有的一個體制下面 其實我們還是必須要遵循某些社會規範 跟一些規矩 所以他們的一些也許比較好動的行為 也在外離開就會覺得是失控或脫緒 那覺得比較容易被視為好像不聽話 那另外就是說 這樣的小朋友 一個是說他們比較衝動 所以情緒的表露直接 但是比較容易生氣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假如說他們在生活中的很多的挫折 不斷在發生的話 其實這個也會讓小朋友發展出 就是說其他的一些情緒症狀 包括說像是容易緊張啊 容易憂鬱啊這些部分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說 專注力其實會一場學習 所以學習的部分也會比較容易出狀況 特別是比較複雜 比較需要去動腦筋 或是說小朋友沒興趣的科目 會比較容易出狀況 那再來就是剛才講到同材關係 因為他們在人際相處上面 比較容易就是 像剛才講的 就要嘛就是比較 比較容易情緒 讓別人覺得不舒服 那再來就是他們比較好夢的行為 有時候也難以後會再學校被貼標籤 那可能會背棄到小朋友排擠 這其實都會造成他們的一個情緒 人際同材關係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特質呢 其實剛才提到他是因為腦部 這個部分功能的不成熟 跟不完整造成的嘛 那所以會不會好 其實或多或少會進步 當小朋友長大之後 其實剛才講到了這幾個核心的